台北市盲人福利协定会为庆祝二十届保险爱盲日和市立图书馆享应第三届图书馆周共同举办了盲人穿针点字和象棋比赛 盲人穿针包括十位女士参加比赛,她们完全凭双手的触叠,用一针线穿上十根针,速度都非常的快 第一名是高振娘女士,穿十根针,花了五分五十五秒 点字比赛有八个人参加,点字的内容是保险爱盲日的来游,第一名是李春美 象棋比赛有社会组六个人,学生组六个人参加,她们使用的是特制的圆栋棋盘 社会组第一名是陈金成,学生组是黄哲政 在这个地方,学生组六个人参加,每个人参加,也不要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